原任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今天飞往登加楼为国阵拉票 他誓言本届大选一定要保住登州政权 因此提醒所有党员要全力支持国阵 纳吉说 纳吉说 国阵政府致力于发展各个州数 耗资 550亿令吉 衔接半岛四个州数的东海岸铁路计划 就是最好的证明 国阵 ECRL itu sahaja satu sahaja projek besar akan membuat perubahan yang cukup ketara kepada negeri Terengganu dan seluruh pantai timur ini satu sahaja projek tak termasuk yang lain tak termasuk projek perumahan projek dalam pertanian pendidikan 上一届大选 国阵只赢得17席 险些丢失了登州政权 这一届大选 国阵登州主席兼州务大臣 纳都斯里阿默拉兹夫誓言 要带领国阵 拿下三分之二州席 稳住登州政权 除了造访登加楼 纳吉今天傍晚 也会指导另一个焦点选区 也就是西蒙总裁 敦马哈迪上阵的 弗罗交仪助选 NTV7综合报道